字幕提供 歡迎來到第44晚的《深夜headout》 基本上這個Podcast會討論一下和POE相關的東西 由於我們都換英文版的 所有我們所說的terms都是以英文為準 除此之外生活上事務大小的事都會說一下 大家不妨stare while and listen 開始之前也先跟各位聽眾說一下 我們的Discord和Telegram的連結會在Description box裡面 歡迎各位參與 我是Chester 我是Choc 首先先說一些關於事 英雷王死了 很可惜的 屍頭婆死了 沒錯 是一個親眼目睹很多很多不同的Generation 的一個人 對啊 他 他 真的好像 之前在一個群組裡看到有人說 好像 他 阿婆那輩子已經是 小時候一起看到他帶的那些東西 一定 一定 我們這邊澳洲都過幾天 我沒有記錯是下個星期還是 應該是下個星期五我沒有記錯 下個星期五我們第一次有一個Emergency的公眾假期 是 是 就是全個國家都 是的 停一天然後去悼念英雷王 嗯 很不習慣叫做 King Charles III 我覺得 我覺得 怪的地方不是人名 而是 all of a sudden 一直 喊著 Queen but all of a sudden we call it a king yeah As we've been calling the Queen of England for so long 嗯 and it's strange to say that oh the king of England right 是啊 還有他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開 我就一直都 就是這幾年都很緊張 究竟他可不可以last到那麼久 因為其實他跟Louis 嗯 差年多而已 是 他拿最長的統治時間 是 但是Louis他是好像 類似一出生 總之幾歲就在位 所以他也是十幾歲才在位 嗯 所以 唉 是啊 很認真一句 我們有生之年 不可能可以再一個人超越了Louis 是 沒錯 嗯 也都很難可以肯定 他英國的皇室可不可以更保持到 或者承繼得到 嗯 話就說現在承繼了Charles III 但是Charles 我自己呀 沒見過一個這麼老的人登上帝位 哈哈哈哈哈哈 很認真 我還沒見過一個老人 那 to be very fair 至少在香港 那些高官 都是坐底 趕四十坨才坐上去 OK 那當然 他就更老了 但是官和帝是兩件事來的 你明白嗎 皇帝那些很少很少會這樣 就是官你那些你都還要慢慢叫做選啊 你不要管是不是真的選啊 但是他都還要work their way up 但是這些是血統的東西 就是你一生出來 其實你就有這個繼承權 某程度上 嗯嗯嗯 而你想一下 英女王是真的 拿著他那個位置這麼多年 因為他 for whatever reason 他不想給Charles 他 說了一句 他早二十幾三十年前 他絕對可以給他的 如果他想給的話 確實 他根本不相信 對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就是很多這些 上了年紀的人 老公走了 或者老婆走了 他們真的沒多久就走了 哦 對 對 just like Dolphins 對 他也是死了不久 他好像都是去年年底 不知道今年年頭才死的 嗯 嗯 對 非常悲哀 對 the thing for me is that 雖然我沒有 就是這麼說 我九二年出生 之後 小小就已經在香港長大了 the thing is t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見過 um the queen at all but then 她 即使見不到她的身影也好 你周圍 都會見過 at least 她的名字 like let's be 他不是周圍 那些 銀仔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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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even 之前 皇后馬頭 right and it's like it's like you know her right you don't actually know her but you actually know this person but you still feel kind of sad that she is gone 嗯 而且真的好像一個時代的終結 嗯 她的生命結束 是真的 怎麼說呢 現在 這個世界都真的開始越來越亂 這兩年 嗯 從COVID開始到現在 真的很亂很亂 俄羅斯那邊打 然後土耳其又想打希臘 現在 然後中國那邊又好像 不知道想和台灣開火 還是怎樣 然後 總之 對 她在這個 moment 就走了 然後 what comes next with我們 就是她 我覺得有一個祝福的 就是她可能不需要再 受 這些不為人為的天然 的現象影響 例如 global warming 那些 她都不需要再去慢慢捱 她 at least她都叫見證 這個整個pandemic 雖然整個pandemic都還沒完 對 對 她還要自己真是經歷過二戰 等等 嗯 I would say I don't know I feel like 對她來說 應該可能是一個release more than anything I don't know I 即是你如果問我 我覺得她 明白她死的話 就代表 Charles會上位 會登機 essentially I don't think 她會 I don't think I don't think this is what she wants at all but then sadly 她又真的好像後繼無人 那樣 沒有一個她想繼承的人 我明白 我明白 OK Let me clarify a little bit 原因我會說 我明白 的意思不是因為我做過皇帝 whatever Don't get me wrong It's more of like 即 我之前在podcast也有說過 即 我是一個 我玩WOW的時候 又 是一個台灣團 打 Raid 那樣 那時候 我有一個 sort of like Arab responsibility 是教人 如何去improve 他的gameplay or even to the point 因為那時候 我在那個團裡面 是 唯一一個 懂得玩 Warrior 這個class的人 and after at least like a year or two 我依然找不到一個 技術上 或者培養 之後 技術上 都可以和我拉得這麼近的一個人 是一個 軟式 I guess like 可惜 like I can't find anyone so that's why I can kind of like relate 青紅不摺 那種 yeah 不過 對 祝她 安息 yeah I think the world will miss her I know a lot of people hate her but in general the world will miss her yeah at least I love yeah yeah anyways 對啦 那說完 英雷王 細細啦 那當然還有另一樣 I guess like 對於我們飄移玩家來講 是一個 挺shade的東西 right 嗯 唉 第四個禮拜了 對 沒試過在第四個禮拜 是 我聽玩trade那班人說 好像玩了差不多三個月的感覺 嗯 yeah 買bottle fave的買不到 然後有些所謂值錢一點的東西 買不出 要不就沒有人買 嗯 要不就沒有人買 嗯 那個economy 這麼貴 那個人流走得太誇張 我只聽到你們那邊都覺得有些心聲 嗯 在 這四個禮拜 對啦 是 有兩種feedback 我想到現在都未真的完全 GGG是 去 交代清楚 是 是 就是這個 第一個 就是 沒有address過那些damage 怪的damage 嗯 依然是很容易死 很多時候會無緣無故死 跟著 以往的degen 就是持續傷害 嗯 是沒有EA那麼厲害的 嗯 以往你來不來 會被人爆開那一下 是可能有一隻怪有加crit的Aura 對 嗯 但是現在的感覺上是很多時候都 唉 無故 有些怪 有些怪 零零射射射是很spiky 但是這隻怪他不是 可能我打一個小時裡面才出一隻 而是 我半個地圖就會出一隻 這些怪 嗯 嗯 Degen那方面 很多都是在地下的Degen 很多時候根本完全看都看不到 對 而這一樣 嗯 Degen 嗯 嗯 我記得在早期Podcast 有講過這件事 有 有有有 是 因為我 對上那隻是 嗯 嗯 Geral Cry Blade Flurry 嗯 嗯 那那時候是 我已經 覺得 那個 Chaos Damage的 Ground Effect 是連兩散譜 是很兩同 嗯 那之後令我反思的是 我之前那隻 沒有受過這一類的suffering 是因為 我是玩的一隻Witch 而 我是玩C.I 嗯 那基本上我是感覺不到 到底 Chaos Dot 的地下有多嚴重 嗯 so 如果我trace back 某一個時段 就是對我來說 應該是 那隻Witch 再之前 開始 那些 Ground Effect 其實是很LUN CAM的 嗯 是啦 其實The Arch Nemesis 很貴 which is exactly 你玩C.I 那一貴 Right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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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來來去三、四款而已,你做那個contract 你做那個contract,那些Layout也是來來去的三、四款 基本上,In a weird way,是一個不需要仇的方法去做 而這個我還要不停地想一下,他會不會 我不知道你砌那個Lake那一下 是不是還是有那種要留著頭,留著尾,方便那個gate去swap 然後每一張新的map,你都要remind你自己 我不要放東西在那裡住,不要放東西在那裡住 Until the very last one,他都不出現,Why the fuck did I even Exactly,Yep,I do have that kind of feeling It's quite bullshit,quite bullshit 不過,唉,我們content creator,很多人都出了很多不同的片 知名的,不知名的,都出了很多片 然後在Reddit上面,上個星期也很厲害 有個人出了一篇70頁的論文 沒錯,也不完全是70頁的,69頁 但我想他免得被人meme nice,所以就說70頁 他說差不多70頁 他那篇很厲害,但我要先交代一下 他那篇原本不是70頁的,他原本是出了一個9頁的版本 然後那些人就說,那9頁裡面很多都是你自己覺得的 不夠客觀去看這件事, which makes sense 那麼,他就不分氣了,就拿了一堆客觀的東西 所以就由9頁標了上去70頁 就是這些是經典的hold my beer meme那些 你不要打架我,我真的 打架我,嗯,就馬上來個70頁 沒錯,那那70頁出了之後呢 當然是打架了整個Reddit GGG那邊有沒有人看過呢,沒有人知道 有見及此呢,他也都將那70頁濃縮了他 變成了六頁的版本 然後在那六頁的版本裡面呢 也都有最後的總結一個TODL 簡單來說,其實他寫了四個版本 有興趣看的人呢,我們會留一條連結給你們自己慢慢看 沒錯 那篇你有沒有讀過呢 有,其實他最初出那個 TODL的版本 嗯 我上班的時候已經刨完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嗎 對 那之後,嗯 他這個濃縮版其實我也拿過一下 因為其實我看過了嘛 原精版 對,看過沒什麼必要 他這個濃縮版是literally 真是那個 濃縮版 對 少了些資料 Yup 還有少了些個人感想 我相信 最後那個濃縮版是挺客觀的 嗯 I agree 唉 那當然啦 除了他有這個文字的format 的feedback之外 NeverSync在開季的時候已經有一段 不知道是十六或十七個Twitter 的feedback 然後他先兩天 做完三十八挑戰氣遊戲 嗯 也都寫一個feedback出來 是 嗯 這兩個 是我幾 特別是NeverSync 因為NeverSync其實他很少發聲的 就是他很少會做這些 但是他都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表達這些不滿 那 會不會fall on death year呢 那就不知道 嗯 但是我自己 對今季的感覺就是他們有些少像 以往很多 我們覺得很差的禮物 就是他現在是做了半個禮物給我們 是 It definitely feels like it 就好像 我覺得 沒什麼理由會無緣無故 的Jewo上面沒有了一個Explicit 嗯 對 沒有了一個Implicit 沒有了一個上次 沒有了一個上次 嗯 我覺得是 他們可能本身有些事情計劃了 可能在Calendry可以做了珠寶 那樣的 嗯 說不行了 又或者可能下一版他們會有一些東西 會做到珠寶上面的上次 這樣才算 可能新的勢力 不知道 始終下個版本也是12月的版本 你期望是一大堆 Endgame 上個版本我們已經多了一堆上次了 龍南王 說不定是一個新的系統 他就免得到時候才拔走 所以現在反正都是要搞Halvest一次過拔走 但是 GGG一貫作風 他們 重要的東西不會透露 不重要的東西就會挑起別人的根 是 你記不記得Flash Tranger 就是他之前是沒有說過那堆 那堆 那堆東西 然後 又或者他那個Orb那個Recipe 當時還沒有Ready 但是他就放了出來 然後過了幾個星期之後 他Ready了 放出來 大家都覺得OK 那個Flash 就是很多這些 很多時候有這些 奇怪怪的改動 那你 都是在改變的 就是跟我們說 最拿命的 是 沒有看過一個Community 其實是這麼接受 我去接受那個DeathFucked Up 因為已經不再一次了 我也不會覺得這次是最後一次了 不會 不會不會 我今天看到 今天是不是今天呢 昨晚看到一個Meme很棒 The Real PoEQ 就是POV2 但是很多層面上面的Meme 這個真的太棒了 理論上 出了POV2 POV1就沒有人玩了 根本就沒有了 但除此之外也是因為POV2正在出 所以有很多東西在POV1正在做改動 所以也是直接影響他 直接殺他 所以這個Meme真的太棒了 The True PoE Killer 不是好像以前那些Wow Killer 那種意思 什麼意思 他那種Meme是那些4D Chess的Meme 是啊 嘩 多層面的不得了 但是 但是呢 說回 我覺得 那個濃縮版 又或者All Either 那七十頁 我覺得零零射射有一樣東西 對 之前是在賓狗子 其實我有寫了一大頁 Cuz to me It's quite obvious Mana Reserve 各方面 和Defensive Defensive I think like everyone see it coming but I don't think anyone see the mana reserve change coming is the thing 因為 應該這麼說 大家都覺得會有mana reserve的改動 但是沒有人想到他會整個拿走他的Mastery 那是最大的影響是那一點 不是任何東西 是那一點Mastery Literally 對 那之後 因為那一點Mastery 導致你有 一些Aura 你是差一點 就先開到的嘛 但是因為他拿走那個電 那你開不了 那基本上會影響了 If it doesn't impact the whole build At least It does In a certain degree Whether it be 防守方面 又或者攻那方面 Right 那 講到防守這邊 我覺得有一件事 他在那篇文說得挺好的就是 Energy Shield As a defensive mechanic It's getting weaker And weaker Throughout the patch 因為 他自己的conclude 中的就是 如果你要以 Energy Shield As your Defensive layer 99% of the time 你會需要一個AA turn 因為 Energy Shield 自己本身 第一啦 有一個問題就是 It Cals damage goes through the shield That's one Well Meaning that 你要一個Chevron 或者 Some other means 去 Let The Energy Shield 可以幫你頂 The Chaos Damage Right Or 你可以 拿另外一個 Chest piece 就是說 有一部分的 Damage 轉做 Chaos 之後你 點CI Right 又或者 Energy Shield Like ES in general is not 吸引 at all And do know that all the spell suppression nodes are on the bottom side of the tree So meaning that 如果你是一個Witch 起手的話 You don't have much Choice And you don't have access to much Spell suppression 特別是 他們 Nerf了 你整裝上面 那個 Number 那個數值 Right 嗯哼 So it's quite sad I would say 然後 當然啦 GG一貫作風就是 他們會 整一個 problem出來 而他們又會 很少 給Tool你去 solve 他們整出來的問題 是呀 Like I I don't get it at all 之後 剛才說到的 Chaos. 的ground effect 那麼多年來 Chaos resist的tier 是沒動過 如果沒記錯的話 而他們 那個tier 即使越高也好啦 I think the maximum percentage is like 35 I think 嗯 但是 as the game goes on 越來越多 這一類的 傷害啦 Yep We need help on getting Chaos resist Whether it be increasing the percentage of Chaos resist or giving us more access or at least like adding more weight to that specific 抽到 Chaos resist Yep 嗯 都是 其實我 現在 想 整些 Chaos resist 常 只有兩隻戒指 當然他們有個新 即是他們 都幾諷刺 嗯 在他們出紅藍王 不久之前 他們出了一隻新的鞋子 那個天天有 Chaos resist 嗯 那個時候我覺得挺正的 因為 很容易就可以cap到上 Chaos resist 然後紅藍王就出了 然後自此之後 你不要說那雙新的鞋子 Two Tone Boot 都沒什麼大的作為 對嘛 之前也很棒的 你後期都是想要 對呀 你都是想要紅藍王的上次 嗯 嗯 對呀 很奇怪 我覺得整件事 嗯 那之後 他那邊裏面 我覺得有一個point 是說得不錯 特別是關於craft裝 我不明白的是 我們craft東西 我們永遠都會找些 好的底啊 又或者at least like eye level 84 or above 去做裝的嘛 是啊是啊 共識的地方就是說 你拿到這些靚底 你拿到這些高的item level 去craft的時候 嗯 你也有機會會弄到 一個low tier的mod 嗯 我記得那時候 在reddit 有人弄一個amular 或什麼 他弄了啦 就在reddit上 他就問大家 嗯 你們覺得 我slam 不是 他的說法就是 你們覺得 哪條池 是我自己人手slam上去 ok 最諷刺的是 每個人都猜到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 那條池是 加一energy shield 嗯 唉 真的很棒 所以我覺得 他propose的 嗯 solution 是挺好的 就是說 你當你那個 那圓裝的 那個eye level 越高 你會稍微篩走 一些太低層的mod 或 如果你不想篩走的話 你可以調低那個weight so that 他們的出現率 就不會那麼密 或者 至少 建立了一個分領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就是 他的weight 不應該是statistic的 嗯 the higher item level 就是 健裝的等級越高 低層的池 應該要慢慢 either face out 沒有了 又或者 大幅下降 他的weight 嗯 嗯 但當然 正常 我們玩家就當然是會想 他 即是 就很簡單 我之前都說過類似 你進到map之後 最低 就是tier10 tier9那些 你出來幹什麼 嗯 你不要說10和9 你8和7 你都已經不想見到 嗯 但是那堆 因為他這麼低tier 所以他的weight 很高 嗯 嗯 因為so far 如果大家有看過 POEDB的話 那些mode的weight 是你越低tier 那個weight是越高 是啊 接著他還要搭上幾個 Yep 是啊 他還要搭上幾個 就是 你 你 你假設 你全部 那個血都是當500 這樣才算 嗯 那你還是說 就是你一抽到他 你都是在中間 equally 但他不是的 他可能最低那些 可能是800 然後慢慢縮 積上去500 嗯 你在說weight 對吧 對 那個weight 那個拳重 哎 真是 那之後還沒計算 可能 let's say 譬如我六象 那樣才算啦 什麼 plus 1 to all uh lightning gems 嗯 那之後最抵死的是 他會是 within the same group of all the other elements and they all are also so rare 嗯 嗯 it's 嗯 I don't know it's strange 那之後要我們鑑裝 那個motive又很奇怪 那時候 reddit又有人開過報告 他是真的執裝 執靚底少少 之後鑑2000件 黃裝 turns out roughly 50 嗯 是真的 叫啊 可能 值得craft 或者賣得出 剩下的那些全部都是藍卵衣 這樣 是啊 so it's it's really strange I never understand I never understand 他們做 就是 balance 那個 angle like 到底是 為什麼會覺得 這類這樣的 decision 或者 為什麼不會給玩家這一類的 quality of life 因為 首先他們是 一班比較 我又不想說他們是死板 但是真的是一班比較守舊的人 我自己覺得 還有他們很多都是喜歡玩那些D&D 那些 嗯 喜歡有那些少少 你記不記得以前 我們 accuracy 不可以100% 是 接著 quick chance又是不可以100% 是 quick chance 是 kind of 沒有辦法可以上到100% 就是因為他們喜歡那些少少的東西 但是 on the flip side 都永遠有5%的quick chance 基本上 對 因為他們喜歡那些少少 就是roll dice那種感覺 嗯 他們覺得這遊戲有些 有時候是需要有一些spike 才會刺激到你 如果你永遠都是很 很smooth的 這樣 sailing 就算那個difficulty 那個curve 是很 順滑的 沒有什麼spike 在中間 你會覺得這遊戲很快就會很悶 嗯 which I agree 但是我覺得他們把這個理念 推得太過extreme 嗯 推得太過軟 就是 那些人 說那個 好像 老虎機 或者重頭獎那種feel 嗯 it doesn't feel good anymore 嗯 是去到其他 即是你如果把所有的東西按下 然後為了有一下 好像reddit那些人 還有70多個d 嗯 你那一刻會很開心 你會有一個很好的youtube highlight 你會有一個很好的twitch highlight Yup 但是你想真點 過去那十幾二十個小時 是基本上沒有分的 你過了那一刻之後 你興奮完那一刻之後 你的心情平復回想一想 我之前要搞多久 我還會不會有下一次這個機會 嗯 我也要重複回這麼久才可以找到這一刻 嗯 即是當然啦 除非你好像reddit那樣 用兩個小時找了不知道 狗牌鏡的那個 那些人 不得了啊 那些人 那個很棒 一塊house of mirror 還是什麼鬼啊 不是 他是賭mage blood 不是嗎 不是啦 不是house of mirror 是mage blood let me check let me check let me quickly check 你有可能對 我應該是記錯 你應該趕快看 steelmage 之後看他的影片 不是啦 house of mirrors 是嗎 是呀 為什麼 house of mirror 九張卡 換一塊鏡那個 你大瘋 由一張卡 倒零二 倒到九十張卡 Jesus fucking Christ 喔不是兩個小時嗎 是三個小時 真心瘋了 這些 其實發達不難 但這個是真正的slot machine 哈哈 還有 除了這段影片之外 我剛才說的另一段影片 就是一個人 沒有mage blood 他那時候 一個stack都沒有 可能說二到三張 那就是他倒到 有兩條mage blood 很冷一點的 就是這些就是 我不知道他們想 把這遊戲變成 有多 YouTube Highlight 或者Twitch Highlight focus 因為這些其實 是一個很好的 增華片的料理 是 但感覺上 現在這遊戲就變成 好像整個遊戲 都在尋找這些增華 但是最慘的是 最慘的是什麼 整個遊戲 或者整個Reddit 都是在尋找這些精華 但是 You know what 這類的精華 多久才會爆發一次 現在是第四個禮拜 第四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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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最多 這一類型的精華片 又或者 我們已經說過兩三個禮拜 所謂今季機制 可以出到特別正 特別漂亮的東西 是 我還是看到 不知道一兩個禮拜前 說過的那條鏡鏈 對 對 在其他地方 我聽說過 是有些非常漂亮的東西 好像Queen有一條 都挺正的 沒有記錯 是 但是 如果是一隻手數得完 跟以往 看到驗的對比 我真的 差幾疲 差幾疲 連一個這麼多人 聚集去分享 這類型的地方 你都看不到這些 那時候我還說 這些Reddit 他們好命 我們沒什麼機會找到 現在 你連那群好命的人 都已經死了 剩下幾個 這樣 對 那我這些 沒有什麼可能 會再找到 嗯 但是POE 他今季搞成這樣 他的競爭對手 並不是 在這裡 對 有很多 有很多 都是 立刻 capitalize 對 他 我們先說 這個 Diablo 4 雖然不是 這個月出的事 但Diablo 4 他 在上次 Diablo Immortal 出了之後 他們還有一隻Diablo 4 他們就已經馬上說明 他們 會 沒有了 那堆 所謂Pay to Win的 是嗎 是不是真的 就不知道 但是他這樣說 我們只能這樣說 我們都沒有玩過 他的遊戲 沒可能知道 那 那個系統就是 你需要付錢 買他的遊戲 然後呢 他的遊戲裡面 再有一個免費的Battle Pass 那個Battle Pass 跟其他Battle Pass一樣 你可以付錢 變成Premium版的Battle Pass 但是我們先不要說 Premium版的Battle Pass 先說了免費版的Battle Pass 他裡面已經吸收了 POE很多玩家 投訴的一件事 那個Battle Pass裡面 免費那個 是會送一些Level Boost 給你的 是 這個很明顯 他們要特意做一個這樣的消息 就已經是代表著 他們是完全吸收到POE的教訓 其中一件最多人投訴的東西 你想想 他沒有必要這樣做 你玩過D3的話 你都知道 其實你要升上去Max Level 不難的 他這句話 不是給玩開D3的人聽 是給玩開POE的人聽 當然他也說沒有Pay to Win 這個也是給POE的玩家 絕大部分玩POE的人 都不喜歡Pay to Win 這件事 也是他們 是給他們 最差的地方 對 那這裡 看看D4那邊 另外 當然也是 好像POE那樣 有Season 或者 Radar 應該說好像D2 原本已經有Season 內部有經濟的reset 這件事他們都會秉承 嗯 那 我講 即是你講到這件事 我就發現他們在編譯裡 就講得都明白 就是說 一年 就會有四個Season 嗯 so I guess 他們應該是真的想著 Go ahead and head 三個月 嗯 一年有四個Season 的Game 就不止他一個是這麼說的 嗯 最後一波也是這麼說的 會準備一年有四個Season 那麼 最後一波就是更加aggressive那個 我覺得 嗯 在 即是這三個遊戲裡面來計算的話 首先 他們 剛剛 上個星期的時候 才落實了這個全天候的Server 去讓人玩Multiplayer 他的Trade System是沒有的 但是 他已經看到 Ascisseron A Steelmage 他們 兩個 今季沒有Gaunt 也沒有其他特別的事情要做 所以 就特意拉了他們過去 跟他們做一個Q&A 做一個問答環節 而且 還分了三天去做這件事 對 不是兩個人一起去問一班Death 而是分開兩個人在兩段時間問一班Death 然後第三個Stream 就是他們兩個一起去享受這遊戲的Multiplayer 對 那 如果我知道這不是一個aggressive的Marketing 我不知道什麼是 對 但是 最奇怪的是 其實我之前也有跟你說過 就是 很奇怪的是 就是因為 他們出了個帖 就關於這個 邀請了 Zuzerun和 Steelmage 這個Q&A的帖 那下面 有一堆人就說 啊 我不會看這個Stream的了 因為 就是他們不明白 為什麼 不邀請 玩 Last Epoch 玩得最久的Streamer呢 就是所謂的那班 真是literally 死終可能 玩了 主要focus 只是 Last Epoch那班 對 對 嗯 而這件事我覺得 如果 如果你現在聽的Podcast 都跟他們有同一個 Sentimental 的話 同一個疑問 對 同一個疑問 為什麼 啊 你有個忠實粉絲不請 你要請 難聽點說 就是 對家的Streamer呢 這樣 Like One thing you need to know 你聽得這個Podcast OK You should know 現在的Podcast 是多麼 垃圾 難聽點說 嗯 對 而 Podcast 一直以來 就是GG 一直以來的作風 他們 很多 fuck up 我們剛才也說 不僅僅第一次 不僅僅第二次 而去到 Snowball 到這個程度 那些人 其實是 真的想找一個出口 去找其他遊戲 即使 不僅僅過Podcast 也好 至少希望是差不多的 Hence why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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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 Last Epoch 會有這個 就是 你會感覺到他們想 I guess 搶 Player Base OK 是 當然 對 所以 現在就 We go full on circle 回到為什麼他們會 請 Zizarin 和Steel Mage 就是因為 第一 Last Epoch 自己本身的 Player Base 其實不大 OK 真的很小 對 那問題是 你要想辦法 如果你 要在公司的角度 去想 其實如果你的 Player Base 那麼小的話 可以 generate 的 profit 其實相對都會小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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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的問題是 你要搞大個 Player Base 你要需要 找一些人 去可以 是 Draw in 一些 New Blood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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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希望 即使你沒玩 或者即將玩的時候 我希望你們 認清 一件事就是 其實 Last Epoch 這間公司 是非常非常之細 OK 嗯 他們是需要 資金去 run 我可以在這裏放一個 Figure 他們幾少人 玩 他們 過去兩年 因為他們 有史以來 最多人同時 玩的時間 就是7273人 在Steam裡面 即是Steam figure 是的 Steam figure 這個是你任何一個死 即好像今季 就算到三個月 POE 可能 單日的 最高人數 都高過去 嗯 這個就是他們 現在 他們沒有好像 Diablo 那個Franchise 那麼大的名氣 他沒有POE 的這一大班 粉絲 所以他真的要 絕對靠這些 所謂有名氣 玩開ARPG 出名的人 去試 去show 比其他玩ARPG 的人 嗯 這個作用 就好像 當年 POE 有Aquiparian 去 開始玩POE 才 有第一大批的人 流入去玩POE Yup 而現在Cizarin 和Steam 就正正是 類似取代了 當年Cripparian 那個影響力 嗯 就是找人做 開荒牛 I guess that's the term right 你不可以完全說 他是開荒牛 但是你必須要有一個 權威在這裡 去證明這遊戲 好 okok 我明白 是啊 就是跟開荒牛不同 開荒牛就是 Cripparian 都真的像開荒牛 因為他 是 你當是 那個 領域的去向 就是現在我們每三個月 有一季 這個領域 全部都是因為 Cripparian 所持 對 那這樣東西 當年Cripparian 他所說的 只不過是一個 時間 即是有一個 schedule在這裡 方便其他玩家 知道什麼時候會有新的 玩 是 是 並不是限制了他們 一定要三個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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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假設他們 現在 跟我們說 我們 我們從今季開始 隔四個月才會出一季新的 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 對 對 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我自己覺得 嗯 當然 你可以分析的是 你可能 玩三個月 一季 他就有一個優勢 是 你剛剛玩完 可能一個多月 你可能未必立即想再玩另一隻ARPG 嗯 不單止是不想玩PoE 你未必想玩另一隻ARPG 這樣他就可以無形中減少了他跟對手的競爭 嗯 那但是 這件事情 我覺得 你如果是這樣 Rush一隻遊戲出來 那麼多次 那麼多時候 都有那麼多問題的話 玩家不會受到多久 在這裡補充一件事情 在這裡補充一件事情 我自己不覺得這一個是特別差的玩樂 嗯 但是 Trade League的玩家的投訴是很valid的 全部都很valid 那70頁是很valid的 他裡面只不過是剛好線有一大堆 根本影響不了我的改動 嗯 但是不代表那個問題不存在 嗯 而這個問題我這次幸運沒事了 不代表我下次這麼幸運 嗯 反過來我今季要 target farm一堆unit的話 都會變相難了很多 嗯 只不過是很幸運 這個並不是我玩開的play style 那意思 嗯 在那個post裡面有些人就說 而這個EHG ELEVEN OF OUR GAMES 就是 LAST EPOC他們的公司 他們update東西的速度 或者整個遊戲的速度 其實他根本不用 只想著可以跟POE爭 對 我覺得又不是 他如果 在這個moment show到給大家看 就是show到給我們POE玩家看 這班DEV是寧願這遊戲 去到perfect 才肯放出來 而不是 有些玩家先吃幾個星期 我又未必會這樣看 是啊 這件事 我自己一直都非常重新的一件事 亦都conclude回之前你說的那件事 就是 我寧願你跟我說 就是說 我們 不好意思 我們 不可能三個月出一個LEAG 可能四個月 甚至五個月的 而 因為你多了時間 都知道 你可以很完善地整個LEAG OK I'm more than happy if they ever decided to do that Right 那麼 Last EpoC 他們 Well at least so far 他們的中資就是 一天 不完善 都不會退出來 I definitely love this idea because 過去這麼多年 GGG 不斷地 好像你說的 每一個新LEAG 永遠都 實有些東西 fucked up OK to the point where 由以前 可能真的準時 我可能特別 那天 不能上班 開LEAG 就直接玩的 去到 慢慢現在 就開始覺得 哎 屌 其實就算 慢過一兩天 都不會有這麼大差別的 even 有時候 會覺得 哦 我錯過頭 那一兩天 is actually an advantage to me Right so so yeah I hope that they actually keep this philosophy 嗯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我們如果看回 拉斯婆 他們9月份的進度報告 嗯 他裡面有很多東西 是我們 POE玩家 你可以說差不多 夢寐以求 的東西 yep 你有沒有任何一個 point你想 elaborate on I actually do have some um what call that some input on the update 我 我給你 說了你 最喜歡 哪些東西 先 I'll go 是 喇 我最喜歡 就是他整個update的報告 啦 有一個 sands out the most to me is that 嗯 他們 make a progress 在一個 in game chat 那個system 嗯 是啦 那 你會問 到底這個 in game chat system 有什麼特別呢 那其實他們 implement了 一些 你可以直接 在那個chat system裡面 拿一些guide出來的 嗯 不用再另外 啊我要上網 找一個guide 之後 我們需要一個 let's say discord 一個platform 而我和你都需要在那個platform 才有access 去我給你的guide Right instead of that whole loop what they did is 你可以actually put一個URL or I guess like 那個link within the chat 而你一按那個chat裡面的link 就會直接 帶你去一些guide I would say this is really neat 是啊 with POE 我看到他和 POE wiki合作 嗯 那我覺得這件事 down the path POE會做的 嗯 我覺得 什麼時候會做呢 不知道 那最好 當然下季就已經有了 說不買的 說真的 他們今季 未開季之前 就已經和POE Wiki 講的一個正式的合作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實我自己覺得 嗯 他可能會怕 一些人可以用到 或者一些方法去貼了 那些spam網 或者IMT網 在這個game的chat那裡 Right 但其實你可以限制著 只是 Eda 用某一種command 他會自己彈出來 讓你自己locally 可以看到沒有人可以用到 那種link 嗯 又或者我覺得他有其他方法 可以去排除這件事 嗯 但是 但是問題就是 Lice on wiki那邊 他們會不會可以 這麼短時間之路 可以進行到 這麼多的update Right 好像我們 講個近一點的例子 好像discharge那個bug 這樣啊 嗯 減minimum的charge 可以 令到你加更多傷害 因為本身調色就是 他計算你減了多少 charge 但是調色裡面 就不知道為什麼 後面是減了 你如果是負minimum charge 他也是當你真的減了 所以你 by default 就已經有多兩顆charge 被消耗了 Yup Yup Mark今天他就出來說 他說他 周末之前 就已經fix了這個bug 在內部那裡 那就還沒推出 他就相信 會推出 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推出 嗯 那麼這件事 在周末之前 我就跟Boe 說 Boe 都給了類似的答案 他覺得這個是bug 在wiki那裡 會先維持 看看他們會不會fix Yup 這是一個很小的例子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類似的東西 根本大家都不知道 究竟這個是bug 不是bug 又或者是櫃頭 lightlink coin to trap 這樣才算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已經打好了 準備完了 但是 在他們打算 按publish之前 GG 就已經fix了 那個人手上面 就是做多了很多冤枉功夫 又或者有一些東西 你是一早可以準備 但是你又沒有溝通 你又不知道 那你就索性 不要弄著先 過多一會 他真的沒有了 那我才放上去 那就變了不夠update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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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不只是適合到遊戲裡 即使我現在 譬如說 我幫人做翻譯 或者翻譯 或者翻譯 官方沒有跟我們說 那我們會 隨便翻譯一些內容 嗯 但是問題是 當臨門一腳 他自己 release一個 official的 clip or video include subtitle 的時候 整件事就覺得 I develop a module 做什麼 Right It's like that kind of feeling 是啊 即是 你 翻譯的部分 都是自願者身份去做的 對 對 對 就是這些 對自願者來說 是一個好像兜巴兜巴車下去 整個感覺 嗯 很差的 感覺真的 即是當然 有時候有些合作 他們會 真的給足夠的heads up 足夠的 溝通 like sure that's kind like that's fine and it's always welcomed 但是 有時候會有這些情況 就是either we don't have any communication or there's like miscommunication then 有很多human resource 那方面的東西就會浪費了很多 嗯 是啊 那 對了 那除了剛才我說的 em chat裡面那些 可以貼連結 之外 有一件事 嗯 是真的關於games 而這件事 如果你是喜歡一個craft東西 的 一個玩家 Last Epoch 他們做了很多 很多 In my opinion 我覺得是一些 QRL QOL 的 的 change in terms of like crafting So 有幾個例子的 其中一個 例子就是 Let's say Let's say Last Epoch 他們有分 幾種不同的 他們有melee bow 和throwing 那 這三個不同的archetype 他們 I guess 重新標籤 I guess So let's say for melee damage 他們就group 包括melee physical damage As in like 會將 之前 可能 Let's say even like POE 有很多不同的 細的archetype 但是他們 以crafting的角度 來看 他們將他們group 做 同一個大的 的一個group so that 你craft東西的時候 你只需要 找 那個 mod 而不用再細分 就說 OK 我要這個 DOT 這個 mod 但是我要在 DOT 這個mod 裏面的一個 火的DOT OK 這個是很好的 change at least 對我來 對我來講 又或者甚至乎 對一個新手來講的時候 有時候他們會 整裝的時候 為什麼這條池 不會 benefit 到我的build 呢 有一個很classic的例子 正火 那時候我剛剛玩 我完全不懂 哦 那時候 那時候是哪一個mod specifically 我當然是不懂 這個 即是不會benefit 到RF的 嗯 Is this spell damage? 是spell damage yes spell damage 那時候我 我爆個頭明 為什麼 spell like spell damage 不會benefit 到這個RF but I know that elemental damage actually benefits 嗯 RF 這樣就先知道 elemental damage is like the biggest mod group that includes a lot of different stuff so that's why RF benefits from elemental damage 而這件事情 如果你是新手 你不可能知道 right 但如果 last epoch 這個做法就是 it's clear 你只要有 那條詞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like 玩兵的 玩風的 對啦 你總之都是近攻的 沒錯啦 沒錯啦 so I guess like these kind of stuff is really neat and I think POE可以學一下 at least 嗯 他最大的原因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 在拉斯婆 裡面 他轉換的顏色 跟POE是相差很遠 嗯 首先我不明白 為什麼POE那條顏色 可以這麼複雜 嗯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在拉斯婆 你轉傷害的話 就只是吃頭 和尾 例如你把武器 如果你是物理的話 那就吃物理 然後你可能最後 由物理轉兵 之後再轉火 他都只是吃火 那個增加傷害 對 但是POE就不同 你每一步你都可以增加 也可以加點傷 對 嗯 就是因為他沒有一個這麼複雜 令到很多新手 甚至乎很多玩開的人 都還沒有很清楚 究竟轉換和額外傷害的分別 嗯 他沒有了這麼複雜的東西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用一個 好像LL裡面 adaptive那種 適應你 是玩AD的 那一點就會變成加AD 你是玩AP的 那一點就會變成加AP 你玩火的就會變成多了火 玩冰的就會變成多了 那這樣就算了 嗯 是真的舒服很多 因為其實都挺奇怪的 你想想 你現在 不是現在 你就算當上個AM才算 一開始他們玩元素的 這個 Tornado Shot 嗯 平價版就是有三種不同 元素的點傷 你記得拿Recombinator 合出來 嗯 但是貴價版的是一把 高 Physical Damage 的弓 一把高物理點傷的弓 然後把那堆點傷再轉 嗯 我新玩的你怎麼跟我解釋 不是 就是當你是新玩 我和你解釋 我沒有理由跟你說 你這就是冰技 所以你一定要拿一把很高物理傷害的東西 才能做到你end game的東西 而不是找一把冰技傷害 不合理的 是 是很不合理的 如果你是沒有任何基礎知識底下 你會覺得這條是神經病的事 是啊 是啊真的 對的 Exactly 因為我玩的時候 我就覺得是神經病的 那些人跟我說要加蜜利點傷 所以WTF 我玩的那招叫Glacial Hammer 有哪一招是 哦 它轉傷 但是你轉得 不知道那時候50%還是40% 是 我心想有那麼厲害嗎 Anyways 那除了Craft 就是Combine 不同的Archetype Right 都有Combine Let's Say like Offensive 各方面的東西 就是 我記得他們好像把 Fire Penetration With Ignite 那類的東西是 轉了 嗯 是啊 它Penetration 和PoE 也是不同的 它可以 持續傷害也可以穿透 持續傷害 也有個類似Multiply 這樣 他們就把 穿透和Multiply 這兩個都會 對持續傷害有增幅的東西 就把他們兩個合作做一個 嗯 這樣就直接寫明 這個是為了 這種持續傷害 去造成穿透的 嗯 那又可以避免了 好像PoE那樣 原來 燃燒是不受穿透影響 這類型的問題 因為你現在看著就明白了 你只要有兩件裝備 一對比之後 這個說得明白的 當然會穿 那個沒有說明的 自然不會穿 嗯 clarification i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是啊 清晰度高了很多 這兩個角色 我覺得PoE在這些可以 考慮一下 嗯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們真的在遊戲中 關注DPS 在遊戲中 嗯 他們說他們原本計算的DPS 其實也挺不準的 因為他們計算你那個 持續傷害 最後的幾秒 對 即是你最後的越久 你的傷害就自然越高了 對 對 但是 那些怪 其實你打過黑癡就死了 難聽說 沒錯 一秒都耐久不了 你就算有100秒 維持時間也沒有用 在這些細節位上 他也會改變 所以我也挺喜歡他 除此之外 他也會把一些 都是異常狀態的 可以疊層數的 他就把那個層數 要麼就浪縮了 要麼就令到他 他會 那個效益早一點點的情況下 就已經有在這裡 嗯 簡單點來說 例如一件事本身是跌20層 他將同一個效果 將它變成10層 然後 每一層那個 就會給你雙倍 那個效果 基本上 at the end of the day long run 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你要想的 或者你會顧慮的 也都少了很多 嗯 當然 在那個 update裡面 有些很老土的 大家都知道 有些效果 效能 音效 那些 improvement 那些 正常的任何update都會有 都會有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個9月份的update 嗯 那說起這個update 嗯 還有一個POE競爭對手 是都值得一提的 就是Torchlight 嗯 Right Torchlight Infinite 嗯 Torchlight Infinite 那 或者少少 一些 一些 一些方面 他們是 採取了Blizzard 那方面 就是說 他們接下來會推出的是 除了PC版之下 手機都可以玩到的 欸 不可以這麼說 不不 你這個說法是沒錯的 但是不可以用這個次序來說 因為他們是真的跟Blizzard Diablo Immortal是一模一樣的 本身是決定了是手機版 然後才再決定做其他版本 噢真的嗎 我沒有意外是這樣的 是啊 就是好像 Inmortal也是他之後才再加PC 但是他 這個就有賣 好像是Console 還有 總之 它是 更範圍比Diablo Immortal 有Console 有PC 有手機 嗯 OK 除此之外 這隻又是兩隻 那個 廣告費賣得很足 如果你最近有進去POE DB你就知道了 嗯 整版都是 整版都是 真的整版都是 他這個Torchlight的廣告 我試過Block它 整個Block來Block它 Block不到的 很aggressive 很aggressive 不是說笑 I mean POE要怎麼自己搞爆自己 I don't see a problem with that honestly 對 他 在剛才所說過這三隻遊戲 唯一一隻是免費的遊戲 是 是 那我 沒有很細節的看見 他未來的運作模式 是 是 我自己 在Steam上 可以申請 玩這個測試版的東西 你基本上一按申請就可以玩到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給你申請 好像說要開VPN才可以申請到 但 總之有方法你們想試的話也可以試 是 是 他這隻遊戲我 那個感覺上是POE和D3 有一個很奇怪的Steampunk baby 是 是 即是兩個BOK 然後就 出了一個 hybrid 對 對 他有點像D3的五招Active技 三招Passive技 系統 是 但同一時間他又有POE那種每一種技 可以有多五個不同的支持 去支持他 對 這個就連結到他的所謂的Energy System 你就不需要在裝上找 對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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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才慢慢連到他 對 他這個就是 你的人物升等級 或者做人 他們就會有一些Energy 總之 最後你的人物是有一個上限的Energy 你想 那一招技多一個LINK 你就要用多些Energy去開那個位 然後去放一個支持下去 對 而他那個LINK的System 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抄PoE 對 就是有不同的Tag 然後不同的Tag 就有不同的Support Gem 例如投射物 可以給多重投射物影響 這樣之類 嗯 還有我覺得最聰明的 就是在這方面的設計 他們最聰明的地方是 他採用這個Energy的系統 所以說 假設如果 我不想用Multiple Projectile才算 OK 我會選擇它 然後用VOLLE才算 我VOLLE那招技 是不需要由頭升過的 嗯 是的 我只需要換了一顆GEM 換完之後再點回那麼多Energy 這樣就已經是跟你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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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而且在 我沒記錯是75 忘記了不肯定是70還是75之前 是 你怎麼有一個類似生環的地方 是 其實是 應該說次Passive 不要說是 有一個次Passive 但是他有幾個給你選 那個是任何角色 都可以選任何的Passive 嗯 那個是在你去到70還是75 之前都是任你重置的 是 是 這個也是 另一種PoE 他 那群 Deaf 不肯 讓我們有這個自由度 即是不要說不斷轉 轉一次也好 打完其他法 就給我們一次性重點 他有這個Tag Standard裡面 貴貴你都看到 是重新點過的 你不要跟我說要有很多Coding 這個 又有些Tag在這裡 但是又不肯做那些 那些肯定的 是啊 他只不過是需要 什麼 Lani 他最後給你兩件Passive 他是可以 設定那半東西 再加上那個功能給你 是 就OK OK 但是 但是這三個遊戲 我相信Diablo 4 都是 以我們暫時看過的遊戲畫面來算 這三個遊戲 跟PoE都有一個很大的分歧 有一個很大的分差點 是 沒有任何一隻遊戲是有PoE那麼快 對 對 對 那所以如果你是喜歡那些 展草呀 飛車呀 那些的話 這幾隻遊戲可能都未必適合你玩 嗯 但是這三個遊戲暫時看上去都頗有潛力 D4我本身不是很想說他有太大的潛力 但是 唉 如果PoE這樣繼續下去的話 其實D3都可能有潛力 一個PoE 對 對 對 因為真的 3G這樣搞下去 真的是 趕一下而已 老實說 嗯 像 剛才所說就是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like 你要找其他遊戲去代替他的時候 你要適應遊戲節奏 其實我覺得 at least以我個人來說 其實不算太懶 嗯 因為你 畢竟不同遊戲 你要適應的東西都不同 所以I guess it's just like a matter of time honestly 對 沒錯 你如果PoE不是打了那麼多年的話 你那個act其實還是一個很漫長的旅程 其實 你不會預期任何一隻新遊戲 像你現在PoE跑act那麼快 我不是說普通PoE 對 那 在那個情況之下 你很自然就會融入去那個速度 嗯 我覺得 這麼多隻遊戲裡面 我反而看好這個torchlight 嗯 It looks cute At least 我看他那個hero 那個trailer 嗯 for some reason it gives me a feeling of a little mix of like Midgard as well I don't know why 但可能是因為遊戲的風格 是偏向於 那個art style 那個畫面 那個畫風 那種style 是啦 So Aside from that Well Diablo 之前有玩過 So To me It's not 一些新鮮的東西 嗯 And Last Epo 我之前也有玩的 Okay So To me 如果我真的要試的話 我會先試這個torchlight 如果有時間的話 對 你現在看到什麼了 是啊 沒有啊 打算生氣你試都沒有 沒什麼機會生氣你試 沒有啊 接下來 因為我現在還在搞 因為他出了 四個radio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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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 的 的 是 的 所以 對 有兩排 應該這個禮拜 或者 下個禮拜 應該都搞不定 嗯 Anyways 對啦 I mean like 我看看怎麼樣 沒那麼忙的時候 看看 會不會找到時間 玩少少這個torchlight 再告訴大家 看看什麼特別 對 Yeah worst case scenario 嗯 下季季頭 可能就可以玩到torchlight infinite 哈哈哈 嗯 啊 destroy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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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是搞不定 的話 對 不是我想說的話 但是很難說 真的 對 今季 是有些特別的 未见过GGG他们交代这么多东西 也很少见了Chris Wilson以CEO的明星去爆粗 他说他fucked up那一刻 一个都挺严重的字眼 那after that 又好像没什么声气 没什么消息 我们又不太知道他们现在着手 埋头在附近下跪 还在搞金鬼 还是什么鬼 你不觉得吗 突然间好像正山 Videoscience 它也给了我感觉 基本上这个离开 他们就会把这些离开 最多的可能会不会进入Core 尤其是我感觉 Fear了离开 Fear了离开 I hope they keep it I really hope they keep it But I don't see how they can keep this I don't see how they... OK I like the concept Unique Map Unique Map Unique Map的idea是保持它 不可以是整个机制保持它 No No 因为 There's one thing that 我挺同意 Never Sink is that since like the league mechanics so half baked 某幾個 build是真的 我可以utilize到 這個所謂的 you know 政府這方面 it's strange well I mean obviously I'm one of the benefitter but 因爲我就是覺得 這一件事 就是爲什麽我之前 就是在開Podcast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半成品的原因 我覺得它是可能下一季 有些東西就會benefit with其他不同 negative的東西 但是它這些是下一季的事 不是今季已經有的東西 嗯 又或者可能towardspew e2 你會發覺有一大堆 好像減projectile speed的技能 是很厲害 好像spectral helix那一堆 嗯 但是 你要justify這個league 可以keep at core content 我又覺得不行 真的justify不到 你的tablet 其實砌的時間 現在是這一季 都已經弄了這麽久 的話 你沒什麽可能會砌得到 你會想一下 我現在當我點足點的計算的話 harvest可能會三次 建一次 是吧 現在說我們要弄一個壺 可能是五到六張map的時間 每一次都可以弄一個壺 如果你將它成三的話 15到18張 差不多20張map才弄一次進去 嗯 不可能啦 你還要解鎖那堆 re-roll的那堆才值得的 嗯 no way man no fucking way 他這個league half-baked到怎樣呢 就是Calandra上個禮拜 突然間多了一堆voicline 嗯 這個就是他們對今季的完成度 或者他們的重視度 一開始已經說過 這個是好似Synthesis 真的好似Synthesis no 太似了 連怎樣壞都似 真的 is this like a cursed like cursed league mechanic 哈哈哈 兩個都是在故事裡面 比較重要的角色 兩個玩法差不多 兩個一開始都是吃了屎 那我們要看多一個月 才知道它會不會變成 第二個月之後 就是literally 第三個月開始 才是一個好玩的 這個我們有待考究 就是這樣 真的太慘了 因為上次Synthesis也是這樣 到真的好玩的時候 已經沒什麼人做 是啊 但是上次的dropout rate 都沒有這麼誇張 True True So yeah 是啊 那我們 啊 拭目以待 對 拭目以待 接下來 十二月是怎樣 如果不是吧 I guess Torchlight見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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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y the way 我在這裡 最後想說一件事 last e-pop的那個stream是這個禮拜的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四五六 我沒有記錯 還是三四五 我只知道美國的14號 美國的14號 就是香港的星期四 我有點亂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 所以拉斯婆 那群死亡是真的 amature到 連個時區都搞錯的 如果你看 Ciscerin 和Steelmage 那個poster 和他上面post的那個時間 是並不吻合的 嘩 是啊 什麼 是啊 是 並不吻合的 所以我 自己在Twitter問了 Ciscerin 究竟哪個時間才對 他說那個poster的時間才對 混蛋 想幫他們做宣傳都搞不定 我就是因為想整條片 講這兩個livestream 是 總之11號game 他們那個時區 就有些少問題 最準確的時間 我就之前那條片 裡面已經講了 你想check的話可以 看一條片 是 好啦 那麼 今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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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